照片裡 陳老先生左手臂全是撕裂傷 頭 臉 腿部也布滿一塊一塊的傷口 錯目驚心 因為打高潔電伏梯摔傷 沒想到送醫縫了51針 還住院10天依舊回電法術 83歲的老伯伯從高潔凱旋站搭乘電伏梯要出站 結果人才一踩上去 人就朝下跌摔得是皮開肉站 診斷書上 臉頭 背 腹部 全身大面積撕裂傷 還有滴血納症 老翁最後心勃停止宣告死亡 他的女兒指控這一切高潔要負起責任 他是隨著這個手扶梯然後一直在上一直在上這樣子 他那個停機的開關就在手扶梯的下面而已 但是他跑出去去找人來 然後找人 找了一個男生來的時候 那個男生來也沒有去關機的動作 陳小姐認為第一時間發現了清潔阿姨跑去呼救 但緊跟在後要去抓住老翁的高潔人員 卻沒有按下停止鈕才會讓老翁傷勢更加嚴重 但高潔澄清 陳小姐說的這名男子 其實只是旅客 那名旅客也很熱心的跟著上去 那我們清潔人員馬上就通知我們的站務人員 站務人員在約末20到25秒之間 就來到我們的電伏梯 把電伏梯緊急鈕給停住 強調當時在站內的人員一看到清潔阿姨呼救 就在老翁摔倒後20秒內衝上前 按下電伏梯停止鈕沒有延誤 但由於家屬認定高潔有疏失 高潔公司表示 以及請公證人及保險公司釐清原因 正證實老翁之死與高潔有關一定負責到底 記者林鄭彥 杜英杰高雄報導